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這個社會 這個世代的競爭已經是全球性了 我還看不出台灣有些絕對 一個台灣很小 但是內鬥很兇 把能夠到世界賺錢的企業一個一個辦法打出去 不知道台灣會來到什麼國 這也有個題外觀 所以 勞心有空的修法 在中國歷史上 這就後來又非常清楚的反應 比如說 五十六國在中國的歷史上是佛教最盛的時代 也是道教定勝法的時代 為什麼 因為那種族人來了這樣的中國北方 一天到我們改靠 那裡就有好多的皇帝 你看我們像現在的大國 那個大陸的那個大國 都是那個時代去的 包含什麼到上去沙漠的一些很多時空 都是很多都是那個時代左右修法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皇帝相信修道我就可以 修煉國我就可以葛道 我未來就沒有好 結果儒家為什麼往而越來越盛呢 因為很簡單 在歷史上你就可以看到 當這個皇帝他信佛 或信道 他就鼓勵道貫落國士 然後所有的僧人或道士 就不用出儲財 不用出勞務 不需要當兵 結果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就通通都變成 如果這個皇帝是喜歡合教的 我就變成合掃 如果你是喜歡道教 我就變成道士 結果 國家所有的財務都拿去建公 公事或公事 等到社會一有災難的時候 沒有錢 需要勞動力的時候 災難需要很多勞動力 因為這個皇帝的絕體 你需要勞動力 這些人是不需要出財 不需要出勞力 所以儒家就要跳出來 這些人就是怎麼樣 借天欺民 所以儒家 傳統的儒家 在漢代以後是非常嚴育 一直到了明代還是一樣 你看那個王守仁 王守仁雖然是學進做修道 他到最後是不敢 絕口不提的 他是絕口不提的 他最後講的還是回到中國的先皇之道 但是如果以我們現在來看 以我個人的經驗來看 其實都一樣 不管你是佛道或是佛 其實都有 先皇之道 非常重要的 經驗 我們等一下少來提比較多的經驗 對年輕人 對各位如果家裡還有小朋友 要教育 經驗之道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修道 講的就是經驗 心置於一室 無事不敗 有沒有科學的證據 不要說完整的科學證據 沒有 但是有非常多的大科學家 告訴你 我就是這樣 所以對老子來講 修道是天人之中 你能夠變成管理者 或你是被管理 就跟你修道 這個我可以跟各位搖好 到現在時候 過關就是這個 只是修道的內容 對不起 大義取消 但是什麼叫修道 就是今天我們要提的一個 關理非常重要 是我個人的一點小經驗 可以跟各位分享 所以我們上次在講的 道願如窮 不是只有講學術而已 它是現代人 需要遲到的 不管你是小孩子 或是到我們這個 他觀察已經進到這邊了 仍然是非常強 每一天都要進到 對我們的生命 不是只有這一次 對未來的生命 都是非常根本的事情 所以呢 修道 在中國古時候 它的群世就是通天人之道 為什麼講通天人之道 各位看完看完 我們講主角化 它從這個社會的治理來看 就很簡單 一般人總的是人道 管理階層總的是天道 對不對 我有那個天命我才可以管理 那我就想辦法把我的天命修好 做好我的天德 其實這就是一個落差 就表示什麼 那個社會制度是上下有變 今天這個社會 已經沒有上下有變了 我們可以 我等一下跟各位 想一想那個觀念的轉折 研究的方式 科學家對宗教現象是沒有辦法解釋的 他目前為止 我們在想這件事情 西方的科學家 一路就在想這件事情 那我們的社會因為呢 太公立了 只是意思認為說 西方的科技文明超有的 很少人去真正了解這些科學家 我今天舉個兩個例子 很簡單 譬如說維薩 那種人 安格爾奇 他在五百年前 在醫學上來講 是現代解剖學之路 這個家貓在當時呢 在很多人看就是一個異端 為什麼 他躲在刑場旁邊 人家行不行呢 他就把晚上的這個白天行行 過去呢 就是譬如說安吊死掉那邊 然後到了晚上或第二天 家屬就把那個屍體運走 這就是在當時的希望的社會允許 他比家屬找得過 他就把屍體運走好 病毒幹什麼 解剖 他帶回去解剖 因為他對這個生命非常好奇 他有什麼人的生命呢 人為什麼會有靈魯病 跟腸癌 然後這個身體為什麼會動 他就很好奇 所以他呢做了二十幾年 按照現在的科學家來的 我們現在結果我們爆發 股價系統 肌肉系統 神經系統 或者是這個腹腔裡面的 器官心臟或心臟血管 他都做非常清楚的去檢視 去判斷 然後從他的連接去推想 他可能的功能 這邊就是當時的一個畫家 畫他去當時的醫學院 他去展示一個屍體 所以在他那個時代 他還是認為 動物死的心臟為什麼還會跳 人的女物藏在心臟裡面 這是他當時的創意 可是各位知道嗎 他到最後有一個謠言 很多人認為是謠言 但是有的人認為是真的 他最後有一天 不知道會怎麼講到一個屍體 人家告訴他是屍體 可是他解剖的時候 那個人還有 他就良心受到欺負 受到非常大的欺負 非常的不然 就是他的保護者 他覺得 因為以前 在中世紀的時候 一切都在教宗的管控之下 包括你地方官 皇帝不用講 皇帝也是要做一個看過的電影 皇帝要教宗 獸女的老天獸女皇權 他才有留命去管下面的人 所以每一個區有一個所謂的管理者 其實最大的管理者 就是蘇姬主教 就是管理主教 他的保護者 就告訴他 你也做了很多貢獻 我看你就乾脆去朝聖 他們已經朝聖 就是到耶路撒冷 因為他們是基督人 結果他到耶路撒冷 就這樣蓋著 遙傳是遇到暴風裡 然後最後就是死了 所以他到最後 其實是回到宗教 一個這樣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偷死體來 人家都怕死了 這樣解剝的人 到最後是回到宗教 各位你知道嗎 牛頓 我們在講牛頓 牛頓 牛頓 每個人都知道他被蘋果打對不對 然後呢 他就因為蘋果打他 他就發現 他有這個自然界的 這樣子的運動定律 各種運動定律 可是 我們一般人可能不知道 他最後餘生的三神在幹嘛 拋開科學 研究什麼 啟示物 研究聖經啟示物 專制的研究 他還預測了人 在什麼時候 聖經裡面說人會名 他花了好大的力氣去研究這 跟牛頓同一個世代 另外一個天母學家 也是非常有名 在當時是 威名比牛頓還要勝 他是有一天 他是有一天 他醒過來 得到天啟 他在他的座子前面 把他所有做的天文研究 一掃全部掃到地下 專心侍奉上 他還變成一個非常有名的西方世界裡面的慾仁家 那邊一元人的生死 這就是西方的科學家 一堆人最後都是回來探索真理 這是西方的宗教基督教 神是唯一的人 在我們的世代裡面 在我們的世代裡面 我們早就認為 如果你們看到 老子在講 我們講 講那個 橫線 這邊文章 你就會看到 中文章 我們的祖先 早不早就看這個世界 是一個中線 神是在什麼 神是在有後創造 有之前是什麼 是有 世界本來有 然後莫名其妙跑出有 有了以後 有氣 有氣了以後 氣的運作才跑出神 這跟西方的宗教完全不同 西方的宗教是認為神創造一切 所以 橫線裡面在談的 或是橫裡面在談的 世界是本不外 跟現在的科學論點幾乎是一樣的 所以 探討道 如果用我們中國的觀點 探討道 不是這個中國 西方一堆科學觀點 這就回到我們剛剛講 所以在我們的世界 生存的世界 我們現在 永遠是一樣的 You